歡迎收看今集二居溫哥華地產經紀Joey 我是Maggie 今天帶大家來到一個Custom Build的孖屋 有前有後 對 我們很少拍攝這些產品 因為受到Builder的邀請我們來看一間全新的孖屋 我們現在地理位置是Ranfield區 在東區 地址是3234A 這條街是非常闊落的 這裡有很漂亮的山景 附近有一個公園 附近會有Future的新的中學 Duplex我們比較少介紹 不如說說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要買Duplex買Townhouse 近年我發現多了很多人買Duplex 為什麼呢 第一 獨立屋價錢非常高 Townhouse的價錢也不便宜 所以突然間就變成Mount屋這個產品就沒有氣了 因為現在說閒閒地一間Townhouse Richmond也要150-160萬 還要給管理費 西區更加不用說了 200萬一間Townhouse 我們今天這個Duplex 就是差不多同一個Townhouse的價錢 但是Duplex和一般的Stratafy 人們會經常問 為什麼地又寫著Stratafy 究竟是為什麼需要給管理費呢 其實有沒有地呢 這個地有3600多呎 它也算是一個Stratafy unit 為什麼呢 是因為它也算是分契式的 大家都有大家共用的common area 例如一會兒會見到前軟就是前面單位用 但它也必須經過一個common area 才可以去到車房 也是後面的單位必須經過一個common area 才可以走到前面 有些什麼是共用的 例如屋頂 你見到了 一後換的時候 屋頂就是大家去share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有一棵牆是貼著的 就是前後有一棵牆是common的貼著的 所以算是一個Stratafy的物業 所以很多人都說很confused 為什麼會這樣叫 但是如果它叫Stratafy是沒有錯的 但是你就可以享用什麼呢 第一不用給管理費 你有自己的空間 有自己的花園 還有最好是什麼呢 你自己都叫做有地 由你Townhouse來說 你沒有地 基本上跟一間屋的運作沒有分別 你自己想剪草或者做任何東西 都是你自己獨立可以做的 Maggie 平時媽屋我自己最喜歡 一定要是front unit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好像門面一進去的時候 會是私自一間屋 但是你喜歡 我就喜歡 back unit 因為我會覺得 private 一點 還有會有後花園 我喜歡那種感覺多一點 不如這樣 我喜歡前面 我看前面那間 那你又介紹後面那間 好 你先吧 Maggie 你看看 這裡真的好像整間屋是你 所以我很喜歡 這個front 1 都是前面的單位擁有的 有幾大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是看著front 1 感覺上整間屋是你自己的 我們進來看看 好 這個開架是1495 有1362呎 是一個全新的單位 這個就是一個台灣發展商 是Custom Build 什麼叫Custom Build 你見到那些間隔 都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 讀新增造畫 即變新增造 沒錯 這個廳主要就是看到這個漂亮的front 1 景 嗯 還有一個fireplace 如果給我擺 我會把梳化 可能在這個位置 在那裡看電視 廚房 它的island 也是一個比較大的island 我很喜歡這個位 你如果在那裡煮東西吃的時候 又是看到景 嗯 還有很多鬼 對 它用一個櫻花牌超強力的七寮煙機 它想說我不想用那些 武力的 武力的 麥克風 所以你看到那個麥克風 就放在桌面 但它會領用一個有力的七寮煙機 還有一個Fisher Pakal的爐頭 還有雙門雪櫃 但是我看到它的cabinet space是非常之多 是啊 建設說他特意把麥克風放在這裏 就是因為不想浪費櫃位 因為如果你要放麥克風在這裏 你要去切個洞 這樣就沒有了些櫃 那它寧願多些櫃 麥克風可以放在這裏 甚至乎你不用的話 我也是不用 對 所以隨時拿走 Dining Room 這裏就是可以 你看到上面可以調 Dining Room的Light 其實都很夠光 因為全部都用了Potlite 我們現在都 不用弄燈都可以 對 這個放在一個小餐桌 我覺得就是剛剛好 很骨子 感覺很多Town House 都是這個間隔 因為它尺數有1362尺 分了三層 我覺得以廳來說都算是用 是大過一般Town House 對 我們看看這裏還有一個Powder Room 你看到Powder Room 為什麼會有一個Standing Shower 原來現在的規例 之前是建設的 是說政府規例在這裏 是一定要有一個Shower Meggy你看到全部都是用地板 這間屋是用一個地熱 Radiant Heating 像熱水一樣 就是很平均 這種Heating System 對 上來還有一個Side by Side 的Laundry Room 你還可以看到是LG的並牌 Full Size 就是很少會看到 對 而且已經有櫃 如果說一般Town House 都第一未必比你這麼大 還是Stack的 這個整好幾好 二樓就是兩個睡房 這個位置可以放一張 Queen Size Bag 再加Bat Side Table 如果你想放一張 Queen Size 我覺得勉強也可以 這個房的Size 也挺大 都可以的 正正方方的 但我覺得Queen Size 會比較舒服 還有一個Double Door 這個又是一個Closset 有了 有Organizer 很方便 不用另外再 夠用 整好幾好 這個整幅畫 我整間屋 我覺得我最喜歡 是這間Master Backroom 在Wan Gorg 真的很難得可以看到景 是啊 過Houses 是啊 其實如果下雪 再多一點 更漂亮的雪山 但今天呢 真的是千朗氣晴 你的床放在這裡 你看著外面 簡直是好像一幅畫 剛剛好 這個就是玩起身 也挺漂亮的 而且這間房也很大 可以放到King Size Bag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衣櫃 這個Walk In 原來這麼大的 我以為是 好像剛剛那間房那麼小 大Walk In 這個OK 而且它真的整好所有Cabinetry 很好 Master Backroom的洗手間 是一個Standing Shower 你進來這裡 這個位置還可以坐在這裡 而Size呢 就是差不多 挺舒服的 這裡很長 這個洗手間 不是黑漆 好像有一個極大的窗 很光亮 如果你喜歡浸泡 不用緊張 因為這裡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你浸泡 因為Master Backroom 沒有嘛 用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洞是什麼 這個可以讓你放一下 Linning Closet 對呀 都很細心 這個樓上是什麼 還有樓上 這個就是第三間房 這間房最大的 很長很深的 還有紫路頭 但這個就是Vaulted Ceiling 有時候如果不用這間房 可以做Home Office 或者做一個廳 我可以用來做Man Cave 對呀 有些男生最喜歡打機 看電視 因為可以在這裡睡 因為他還有自己的洗手間 我覺得有一個洗手間在這裡 超級方便 一個套房 因為如果你真的用來做Media Room 或者做一個Home Office 都不需要到樓下用洗手間 但是為什麼沒有衣櫃呢 對呀 因為這個市政府經常改變Building Closet 所以他起的時候 是不給他這個位置 我不給他這個位置 對呀 但不要緊啦 如果你是想要衣櫃 你再買一個 放在這裡 對呀 如果做Media Room 或者什麼都不需要一個櫃 對呀 還有這個就是我們最高的位置 對呀 我們一出去露台 就會看到更多的景 哇 哇 山越來越近越來越大 哇 好漂亮呀 好漂亮呀 因為這裡更高一點 對呀 因為這條是斜樓 我們在最高點 只是少少斜 但因為這樣就有優勢了 就是看到更漂亮的景 你看到對面那裡是P&E 對呀 這裡很近P&E 對呀 這麼近 真的走得去呀 會不會聽到尖叫聲 我可能會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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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是一個Man Cave 就可以找朋友來 外面這個很長的Padeo 很private呀 對呀 因為下雨又不怕 如果夏天還可以在這裡 喝杯飲料看著景 說一下吧 真是很棒 沒有人聽到 沒有人聽到 躲起來了 看完你這間 又到我那間 三二三六個Back Unit 那說一說 剛剛你開頭提過 有些地方是Share Pathway的 好像現在這條路 就是Back Unit 變了它有Way of Access 可以這裡出去前門 我們現在去看看Back Unit 那這間屋 因為前面大大約80呎左右 這個開價是157萬9 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那它這個和前面的Unit 一樣的地方 就是當然了 它的電器啊 裡面的顏色 是一樣的 亦都有暖氣 有Radiant Floor Heating 那這些就全部一樣的 但是呢 大一點點 和那個Layout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廳的位置 那我自己喜歡 就是因為覺得它 剛剛那個廳就小了一點 這個就大了一點 所以你擺東西就好很多了 這個位置真的擺電視 闊落很多 這個廳長很多 是的 那電視就可以掛在牆上 還有你去Darning Area 和朋友吃飯 這個就可以放長桌 對 這個就可以放大一點的餐桌 還有我自己也挺喜歡 它這個是 都是有個後院的 好像夏天一樣 整個打開 空氣的流通 整個好 有個好美的flow的感覺 我很喜歡 那廚房呢 我覺得應該是一樣的 一樣的 電器啊 整個格局都一樣 但是呢 它那個樓下的powder room 就有點不同了 我們看一下 那樓下的powder room 就大很多了 你看到它那個 升盤這個位 還有它整個是方形的 那都是同樣有個shower 在樓下的 那我們現在上二樓看一下 剛剛提及了 就是全屋都是有radiant heating 那同樣呢 兩間都是有冷氣的 嗯 好緊要有冷氣 那一樣 它都是上到你樓上 這裡有個side by side的laundry 都有個櫃在這裡的 那麼呢 右手邊呢 就是第一間房了 這間是主人房 同樣呢 跟第一間一樣 都是很大的size 可以放一個king size bag 還有這個窗呢 看出去 那個景有一點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back lane 前面就是那個 車房 對 那跟剛才那個景 對 因為山景在這邊 但是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遠的city view 嗯 那還有呢 這間房呢 跟那邊有點不同 都是 那裡有個walk-in closet 但是這個的walk-in呢 就是 真實的walk-in closet 有些櫃 我覺得自己還可以加多一點點櫃 在這邊 那來看一下洗手間 哦 不一樣 嗯 這個有個bath-top 剛才是standing shower 對 因為有些人喜歡主人房 洗手間呢 是有bath-top more than shower 那這個選擇就是你可以有個bath-top 可以浸浴 那這個第二間房呢 大一點和第一間很不同 是什麼呢 最大分別呢 這間是一個套房來的 哦 剛才那個就是外面 這個就是兩間都是bath-top 對 沒錯 OK 同樣呢 也有個比較深的closet 有這些organizer 在這裡 為什麼有道門在哪裡 對 這個不同 剛剛就是直接上樓梯 那這個呢 大家看看為什麼有道門在這裡 這個不同 剛剛呢 第一間的門在這裡 它的門剛剛就在下面 但是你仍然有private 鎖了門之後才上去 都是自己的房間 但是那個分別就是 我會覺得好像整個開揚了的感覺 我就是因為有這個space 好像大了 對 那同樣呢 也是有個洗手間在這裡 同樣呢 這間房呢 也是有自己的private patio 這裡呢 就看出去就不是山景了 但是有很美的city view 哪裡來的呢 各位朋友 那邊就是Brandwood Amazing 看不見到AmazingBrandwood在這裡 還有那個前面應該是metrotown 對 現在出來呢 這裡就是一個很美的後花園 還有介紹了那麼久 究竟車房在哪裡呢 它的車房就是分開的 還有大家一人一個不用爭 那我如果在back unit出來 在這裡走 或者在旁邊走 3236 旁邊這個就是我的車位了 而對面呢 就是Joey了 鄰居了 鄰居前面的front unit 就是走過這條冷行 就是可以到你那邊的車位了 那大家共用一個車房 會不會開花大家的車的 不會 因為它中間有一幢牆隔住了 可以看看Garage 這幢牆隔離就是你後面的單位 自己獨立的 獨立的 對 還有Alarm keypad 還有窗 還有你開了之後就是後面的back lane 那我們不如再看看外面是怎樣的 back lane 那為什麼要帶大家看back lane 是因為Vancouver最有名的就是 經常都有back lane的 對 所以其實都是在後面比較多 對 通常都是在back lane那裡access 對 還有市市市政府他們去收垃圾 或者recycle 都是走這個back lane 在這裡和你們收垃圾 好了 我們看完兩個單位 recap一下 前面的單位就是3236 Adenic 艾架是149.5 而裏面有1362呎 有三層三房和四個洗手間 而我back lane的單位就是3236 Adenic Street 室內面積是1438呎 而叫價是1579.9 每一個單位都有一個停車位 所有價錢記得不包括GST GST 就是5% 因為它是全新屋 對 還有這些全新屋 我們都有250年新屋保養 嗯有保養的 對 我覺得這個單位最特別是 因為你可以同一時間賣完兩個單位 如果你想和家人住 又想住得近 但又不想住正在同一間屋裏面 這是最好選擇 因為這些單位要是全新賣兩間 要是你自己興建 自己興建是很麻煩的 所以其實都很難遇到 因為通常在貓屋 已經有一個單位被人買了 其實很多買家都叫我們去找貓屋 對 對 都說我想買兩間 因為家人或相似一起住 還有我們有些客人都會說 我想買一些貓屋 在某一些其他城市 例如說Richmond 但其實在那些城市 真的很少機會有貓屋 對 Townhouse多買Richmond 對 但普遍來說 Vancouver的東區 以及Burnaby 都會多貓屋的地 對 所以喜歡貓屋的朋友 記得留意這間 隨時可以若看 如果想查詢更多的資料 記得聯絡我們JM 謝謝收看今集 二居溫哥話 記得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下集見 拜拜 喜歡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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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